欢迎回来 今年10月在国内资本市场颇有影响力的两家中国律师事务所 近天工程和通商遭遇了重大的打击 包括瑞士信贷 美龄等券商在内的11家金融机构 将这两家律所告上了加拿大的法庭 让他们深陷其中的正是加拿大上市公司加汉林业的欺诈丑闻 在加拿大上市公司的公司 加拿大上市的中国公司加汉林业一度市值超过60亿美元 在遭遇美国做工机构浑水截击后 其股价暴跌并最终被摘牌 近天工程和通商分别是加汉林业发行人和承销商的法律顾问 两家律所分别为超过250个IPO项目进行服务 业内人士预计这桩诉讼的索赔金额在数亿到几十亿美元之间 红极一时的明星公司因为欺诈丑闻而倒下 股民的愤怒把为上市公司服务的律所拉下了马 在海外IPO的巨额生意当中 中国的律所和律师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为此我们的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商法研究所所长王勇 我们知道最近近天工程和通商律所在海外被承销商起诉 那你认为他们败诉的可能性大不大 这是第一起中国的律所在海外被海外的法院起诉 而且这个索赔的金额非常高 这个上亿美元 这个金额相当于国内的证券律师几年的全国的总利润了 那么这个诉讼呢 它最后的结果怎样 其实现在是比较难以预料的 我们看到律所如果涉及了这个上市公司欺诈事件 可能会受到很重的惩罚 那么我们如果律所在协助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候 他们的收益是怎么样的 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为国内的上市公司在国内上市的话 其实这个收益也不能说很多 不超过一百万 几十万 那么到海外上市的话 这个金额要高一点 可能会上百万 甚至数百万 但是我们律师事务所 包括我们的会计事务所 为上市公司出具的这种专业性的服务所获取的收费 跟海外的大的律师事务所 和好二的大的这种会计事务所相比 我们的这个收费是被压低的 而且压低的很低 比如一个项目 这个美国的大所 它可能会收到一千万到两千万 甚至更高 海外有这个分析人士评论 说这个金钱工程和通商所被诉 倒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律师事务所 在以后讨价还价当中可以把这个法律风险作为它一个重要的筹码 最新金钱工程律所被国内的证监会调查 这个将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金钱工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海外被诉 它最终能不能实际执行金钱工程 这是很大的问号 而且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在国内它是对它直接有影响 证监会已经立案调查它了 那么同时就立刻根据35条 就停止了再审代审的35个项目 并且要求这个申请人 也就是那些倪上市的公司 更换律师事务所 实际上就要把金钱工程给更换掉 那么一个律师事务所 一下子失去了35个客户 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而且对它的声誉的影响也很大 最近我们看到爆出了很多关于律所受到 上市公司欺诈事件受到了牵连 那这个是最近才有的还是说一直都存在 这个已经源源不断的了 对 那么律师事务所跟会计事务所 还有保健人保健代表人 其实它的地位是差不多的 国家设立这种制度 也就是有更多的这种中间服务机构 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的真实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 因为中国的企业 欺诈上市它有动力的 第一它可以获取巨额的资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圈钱 对吧 一旦上市之后 你这个一股都是成十倍以上的翻番 你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每一个企业上市之后 就会催生出很多很多的亿万富翁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欺诈上市的话 它法律后果不是很严重 对 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欺诈上市在我们中国的刑法160条 欺诈上市者 这个主要负责人 仅处不高于五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跟那个集资诈骗罪相比的话 那简直是天狼之别 集资诈骗罪 你像吴英 郑成杰 那都是要死刑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欺诈上市呢 其实最多也就是五年 大多数是缓刑 为什么法院会判缓刑呢 很简单 因为这些刑事案件审理 都是在欺诈上市者的 当地老家的法院起诉 所以他们本身跟当地的政府 他都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那么最近这些很严格的处罚 会给国内的律所格局 带来什么样的变动 这个层主对今后国内的律师业务的竞争格局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分两到三层的这种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的这样一种格局 比如说这个第一层次的大所 你像国号 京都 国风凯文 然后第二个就像刚才谈到的津田工程通商这些所 那么津田工程通商 特别是金钱工程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的话 那很可能它就倒下了 它倒下的话 也就是说意味着第二层次的律所可能会受到重大的打击 那么这个市场份额会像第一层次的大所 像国号 京都这些大所更加其重 由此看来 不管是嘉汉林业的丑闻风波 还是证监会对你上市企业的审查风暴 都暴露出国内IPO文化的消息面 如果未来国内整个金融监管 要向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倾弦 那么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追溯机制 否则投资者和消费者 甚至利益链条上的服务机构 始终都会处于弱势